保齡球每隻有十個季分隔 每隔最多有兩次投球機會 第一球擊倒所有球瓶 稱為Strike 連續三次拳倒稱為火機 初學者大多使用直球球錄 職業選手則以吃球較多 而飛碟球則是由台灣人發明的 做定制衣服賽事 精采看不完